從二零零六年到二零一六年 這十年來 國內加護病房與社區 抗藥性細菌的比例是不斷的攀升 抗藥性細菌將使得抗生素失效 醫生擔心 未來將會無藥可依 國內加護病房跟社區 抗藥性細菌比例不斷攀升 外部部機關署監測發現 從二零零六年到二零一六年以來 醫學中心加護病房常見的八大超級細菌 造成一萬五千多人感染 有的患者已經動用最後一線抗生素 還是無效 抗藥性細菌的增加 也讓醫師擔心 未來無藥可依 機關署強調感冒不需要使用抗生素 也提醒國人不要隨意自行購買抗生素 在第一線的小兒科醫師認為 抗生素的使用只針對細菌性感染 像是中耳炎 鼻豆炎 肺炎跟敗血症等等 但也不排除有些醫生可能對診斷 沒有明確把握 或是因為有些病人要求一次就要看到好 造成醫師亂槍打鳥 開力抗生素處方 抗藥性細菌將使得抗生素無效 也會增加許多醫療成本 有醫生建議國內對於抗生素的管理 跟監測應該有整體計畫 由健保署來負責統整 健保署表示 目前對於醫生 開力藥品品項如實登陸 但對於未完成登陸申報的部分 也會盡量勸導 記者聯繫朋友組 台北報導